鱼的做法 准备食材 鸡鱼、土豆、洋葱、香葱、芽菜、盐、豆瓣酱、干辣椒、油 1.鱼洗净后 两面切十字刀花 表面和鱼肚抹盐 同时鱼肚内塞入洗净的芽菜 静置一段时间 土豆洗净切条 洋葱切片 葱切段 2.起锅烧油 油热后放入腌好的鱼 煎至两面焦黄 再盛出备用 3.将切好的土豆放入锅内 用鱼油炸成金黄后捞出 再加入适量油 豆瓣酱 炒出香味 放入煎好的鱼和水 水腌过鱼身一半 4.翻炒至鱼两边入味后 盛出装盘 放入洋葱炒出香味 把炸好的土豆放入 和适量的辣椒粉倒入炒匀 5.最后锅内的食材 直接淋在煎好的鱼放在上面 撒上香葱做装饰 美味的干锅鱼就做好了 盛出灾锅鱼 好